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中美贸易战萧嫣四起 有消息人士透露 一些白宫官员想重启对华贸易谈判 希望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山 但有分析认为 川普政府内部都是对华强硬派 即便王岐山素有救火队长称号 想要扑灭这场贸易战火 又谈很容易 中美贸易三轮谈判皆已失败告终 继6月15日宣布向中国价值500亿美元商品 加征25%的关税后 美国总统川普于18日再次宣布 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追加10%的关税 有消息称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或江富美解决中美贸易争端 6月21日 彭博社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国家经济委员会近日接触了 美国前政府官员和中国专家 对接下来两周的高级别对话进行权衡改进 有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提出 在7月6日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最后期限 邀请王岐山出山 避免贸易战 不过 这在川普政府强硬派内部引发了分歧 19日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 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占据上风 中方将是输得更惨的一个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美中贸易数据显示 美国2016年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是1698亿美元 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是47888亿美元 据此推测 若川普政府追加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税 中方将没有办法跟进同等规模的关税报复 有分析认为 就算王岐山亲自出马赴美谈判 恐也难缓解中美渐渐把弩张的贸易矛盾 香港经济日报20日报道 最新传出的消息称习近平心腹素有救火队长称好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可能于本月抵制下月亲赴美斡旋 为中美贸易矛盾消气 王岐山是目前习近平班子中唯一拥有对美交往 国际谈判丰富经验又安属财金运作的成员 他自1994年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开始 长期与美国人打交道 包括推动建行与美国摩根市单力合资成立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 2008年 王岐山又出任温家宝内阁的国务副总理 主管金融及商贸 长期主导中国对外的经贸谈判 在华尔街精英圈子中 有身后人脉关系 然而 中共体制内专家此前对媒体表示 不管派谁去谈判 都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 只可能有部分的妥协 以缩小冲突规模 有分析称 即使王岐山却定赴美磋商 面对的挑战和障碍也不会比其他人小 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 白宫职位几乎都有对中共强硬的鹰派人物接任 很难找到合适人选将王岐山的声音带进白宫 目前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洛德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对华贸易鹰派占据白宫 而王岐山的朋友圈 华尔街精英阶层 乃至高盛邦已成白宫排斥对象 未必能为中美紧张减压 对于中美贸易战 王岐山此前也曾做出表态 今年三月底 王岐山会见IBM 芯片大厂高通等高层时 曾威胁警告 中美贸易紧张若升高 大家要细紧安全带 德国之声6月20号报道 北约领导人警告西方有分裂的危险 全球自由秩序受到挑战 纽约时报评论说 世界安全和秩序受到来自中俄的挑战 西方允许中共加入世贸打错的算盘 长期以来美国对华实行接触战略 认为只要促使中共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中国就可能成为与世界和平相处的民主国家 因此中美经过一番折衷 在1997年却定为致力于建设面向 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政界和学界越来越看到 接触战略的结果和预期的大相径庭 近年来美国国内一直持续着 对华政策的反思和讨论 这种反思在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后 呈现出鲜明的改变 华盛顿邮报6月15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 阐述川普总统的想法说 我们有两个系统 在中共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他们本来应该会合成两个市场经济体 但是结果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更大的中国非市场经济体 这个经济体跟美国的结构不同 威胁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 川普去年底发表国家安全战略 将中俄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 今年1月份又在国情咨文里说 在全世界我们面临着流氓政权 恐怖主义集团和向中俄这样的竞争对手 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 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 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说 现在美国政府已经非常明确的认识到 不仅不是战略伙伴关系 反而是什么 是战略竞争对手关系 那言外之意 我跟你早晚会发生冲突的 而且实际上这不是美国政府得出来的 这是中国政府先得出来的 他们在过去摆着架时就是要准备跟美国来争 而且说得很清楚 准备为此跟美国发生一场 休息底的冲突 今年6月15号 川普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本周一他又宣布 如果中共不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而是向美国出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话 美国将再对中国进口总额达2000亿美元的商品 加征10%关税 如果中共再次增加关税 美国将会追加向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额外征收关税 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更加平等 除此之外 反制中共大规模偷窃美国知识产权 美国还限制部分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赴美签证 已经在6月11号生效 另外 美国还将从6月30号起公布对中国在美的投资限制 以及对中国个人与先进工业技术出口控制等规定 李恒星说 川普总统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 他采取这些做法是完全符合他的整个的国家安全战略的 所以 不是说今天这个川普总统率性而为 这个是呢 实际上是美国民主 共和两党和白宫 以及学界 基本上的一个共识 北京独立撰稿人彭定鼎说 我认为川普总统发起这场所谓的贸易战 这些制裁 是出于对一项基本原则的 就是公平正义 你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那好 中国你按照规矩来 不按规矩来 咱们不完了 美国11月将进行国会的中期选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长王毅伟认为 中期选举过后 川普及共和党出于战略考虑 对中国的制裁会放开手脚展开 他认为 美方的手段将从贸易方面 向投资 高科技 中国发展模式 乃至于体制方面蔓延 6月15号 中共证件会公布了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并开始向公众征询意见 为期一个月 上市公司加强党件是修订办新加入的内容之一 内容要求 根据中共党章的规定 在上市公司中 设立中共的组织 此外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也要把所谓的党件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 旅美作家张林表示 上市公司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直是中共收紧控制的目标 张林说 他的目的是加强对中国社会的控制 他们的本性就是如此 七八民主强老战士孙年说 而这种控制呢 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因为在国内是很方便 你不让钱 那我就不让你干了 不让你挣了这钱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2016年以来 至少有32家在香港上市的大陆国企 由党组成员担任董事局顾问 旅美经济学家何清联队 美国之音表示 共产党是越有危机就越要管 越管就越差 越差就越要管 就这么一种恶性循环 自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来 镰刀斧头就一直牢牢控制着大陆的国有企业 从2001年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后 共产党的控制也正式进入私营企业 去年7月路透社援引中共官媒透露 中共党支部存在于企业当中是长期存在的事实 中国约有186万家民企 其中近70%设有中共党组织 2016年9月19号 中共民政部发布通知 要求社会组织成立登记时 也要同步开展中共党建工作 张林说 大陆民众长期受共产暴政统治 69年来可以这么说共产党一直残酷的虐待 一直在奴役人民 人有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 还有出版 实际上中国人都没有这些自由 不仅如此 中共甚至在在华的外企设立党支部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数据 截止2016年底 有七成在华外资企业设立了中共党支部 此外 中共在美国的大学及世界各地也纷纷设立党支部 党支部要求中国留学生观看中共19大的视频 回到中国后 要和老师做一对一的汇报 谈自己和其他人在国外的表现 张林说 当然国际社会对这一切还是抱有警惕的 尤其是西方国家美国或者欧洲 对于中共这一系列的倒行逆施是抱有高度警惕的 因为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中共所造成的威胁 威胁了人类的自由 威胁了人类的文明 威胁了人类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 以美国总统川普为首的西方阵营 正在酝酿对中共进行更多的遏制和打击 这些年来中共不断地将意识形态扩散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甚至进入个人私密空间 中共官方曾经炒作江西新婚服服洞房职业抄党商 央视还报道过辽宁一个四世同堂之家 成立家庭党支部的消息 引发网民一面倒的炮轰 孙言说 共产党不倒 它就肯定是有危害的 因为共产党的独裁专制 什么样的危害都有可能 包括文革的再次发生 张林也提醒说 如果中国民众任由中共洗脑操控 大陆很可能会再爆发一次文革 继上周五宣布 对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后 美国总统川普本周一宣布 他当天只是美国贸易代表找出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 加征10%的关税 川普在声明中说 之前500亿的关税是为了鼓励中共改变在技术和创新方面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然而不幸的是 中共不是改变不公平做法 而是威胁没有任何过错的美国公司 工人和农民 决定对5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 川普表示 他因此采取进一步行动来鼓励中共改变不公平贸易 如果中共拒绝改变 并坚持实施最近宣布的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 对这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关税就会生效 如果中共再一次加征关税 作为回应 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关税 500亿加2000亿 或再加2000亿 中共党媒新华社惊呼 这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战 美国南卡罗拉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第二 第三棒金箍棒打下来了 这个2000亿 再加上原来那些500亿 2500亿 这已经超过了中国从美国进口1500亿 中共商务部周二发出一份不到300字的声明 声称如果美方出台清单 中方将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 做出反制 当前中国自美国的进口总额 基本稳定在年均约1500亿美元左右 美国南卡罗拉纳大学爱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表示 这使得中共很难在数量和质量上做出反制 谢田说 中共即使对美国全部1500亿加税的话 跟美国对等的还击 它已经没有弹药了 所以下一步就是 中共其实没什么办法回应 它要不就是跟美国全面贸易上撕破 要不然它就要不得不改变它的贸易结构 贸易做法 北京独立赚稿人彭定鼎说 中国所有的报复措施全都是徐章声势 自己给自己壮胆 它去征美国的高关税 再报复性地征 那么就打消进口呗 它不从美国进口高科技的核心技术和终端产品 它三天活得下去吗 此前围绕贸易问题 中美双方经过了两轮谈判 如今眼看征税金额不断升高 是否还有磋商余地 大陆经济学者何君桥说 美国的贸易战还在继续 能不能谈妥很难讲 即使谈妥了 中国就要面临贸易顺差流失 不可能过去10年20年一样 大部分贸易逆差来自于美国一个国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8号 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对商界领袖表示 中共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空前严重 过剩的中国钢铁和铝产品淹没了市场 并压低了全球金属价格 使得美国公司难以竞争 这是最基本的掠夺性经济学 而对于川普政府贸易关税的批评 蓬佩奥对在场人士表示 问问你自己 中国这样对美国换个立场 北京会允许吗 6月15号美国参议院投票结果通过了 恢复中兴通讯销售禁令法案 等于否定川普此前放声中兴的决定 该法案是以增补法案捆绑在 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进行表决的 这项法案将与此前众议院通过的版本 进行协调形成最终法案 交由总统签署才能生效 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中 没有包括与中兴处罚相关的内容 谢田说 如果这个通过 川普也接受的话 就不给你中兴乌卖了 就让他死掉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对中共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他如果真想救的话 比如宣布贸易战投降 承诺更改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 法案通过的当天 中兴通讯在香港交易中心的股价 在前面连跌三天的基础上 已跌去19%开盘 一直直线下跌 到记者发稿时 已经跌去超过一份股价的三分之二 此前 中兴已接受10亿美元的罚款 外加4亿美元的保证金 同时进行高层改组 接受美国方面10年内部监察的条件下 换取美方接触 他和美国供应商往来的禁令 中兴公司得以恢复运营 6月13号中兴复盘 不过在香港交易中兴复盘交易的第一天 中兴就去跌41.5% 以后的三天里跌跌不休 上交所则连续三天跌停 大陆金融分析师任中道说 中国大陆股市的规则 是每天在股价的10%左右进行浮动 也就是所说的涨停和跌停 香港股市没有这样一个限制 所以一下子跌去40% 50%都有可能的 据报道 中兴通讯将在股东大会上 提案向中国银行申请30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受信额度 及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60亿美元的综合受信额度等等 任中道说 中兴公司做过一个研究 中兴这次受到的影响涉及的资金大概500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它需要超过5到600亿来把它进行盘活 经过研究它过去10年的财务报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中兴电讯的利润完全来源于政府的补贴 一些退税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最后会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 尽管中兴是因为反复违反针对伊朗和朝鲜的贸易禁令而受到美国商务部制裁 不过外界往往把中兴事件作为中美贸易纠纷的转折点 并且认为川普政府是针对中美贸易长期不公变的更加强硬 任中道说 从川普的形势作风来看 他是一个意志比较坚定的总统 他正在通过外交 经济等各方面的手段来重塑世界的格局 正如他所说的 美国是实亏的 因此需要纠正这个错误 现在焦点是在中共方面 因为中共一直在破坏世界贸易的规则 大陆经济学者何君乔认为 在川普的组合权下 中共缺乏民族工业之称的泡沫经济面临严重危机 何君乔说 改革开放三 4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挑战 也是最重大的一次危机 川普政府朝鲜问题的摆平 加上贸易战 加起这一套一套的组合权 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真的是乱成一团粥 所有的经济危机 所有目前面临的困难 都是前任政府 一任一任的政府造成的 累计到现在 这样一个虚幻的泡沫经济哪有不破的 外界认为 中兴的脆弱只是中共经济不堪一击的一个缩影 在未来的岁月里 中共的经济只会更加恶化 中国人民要做好寄进裤带的准备 而对北京政府来说 同样面临严重危机 只有抛弃中共专制体制 获得新生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美国摩根市单力合资成立投资银行 中国国际金融 2008年 王岐山又出任温家宝内阁的国务副总理 主管金融及商贸 长期主导中国对外的经贸谈判 在华尔街精英圈子中 有身后人脉关系 然而 中共体制内专家此前对媒体表示 不管派谁去谈判 都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 只可能有部分的妥协 以缩小冲突规模 有分析称 即使王岐山确定赴美磋商 面对的挑战和障碍也不会比其他人小 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 白宫职位几乎都有对中共强硬的英派人物接任 很难找到合适人选 将王岐山的声音带进白宫 目前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洛德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对华贸易英派占据白宫 而王岐山的朋友圈 华尔街精英阶层 乃至高盛邦已成白宫排斥位相 未必能为中美紧张减压 对于中美贸易战 王岐山此前也曾做出表态 今年三月底 王岐山会见IBM 芯片大厂高通等高层时 曾威胁警告 中美贸易紧张若升高 大家要细紧安全带 德国之声6月20号报道 北约领导人警告西方有分裂的危险 全球自由秩序受到挑战 纽约时报评论说 世界安全和秩序受到来自中俄的挑战 西方允许中共加入世贸打错的算盘 长期以来美国对华实行接触战略 认为只要促使中共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中国就可能成为与世界和平相处的民主国家 因此中美经过一番折衷 在1997年却定为致力于建设面向 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政界和学界越来越看到 接触战略的结果和预期的大相径庭 近年来美国国内一直持续着 对华政策的反思和讨论 这种反思在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后 呈现出鲜明的改变 华盛顿邮报6月15号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 阐述川普总统的想法说 我们有两个系统 在中共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他们本来应该会合成两个市场经济体 但是结果我们得到的是 一个更大的中国非市场经济体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东美贸易战硝烟四起 有消息人士透露 一些白宫官员想重启对华贸易谈判 希望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山 但有分析认为 川普政府内部都是对华强硬派 即便王岐山素有救火队长称号 想要扑灭这场贸易战火 又谈何容易 中美贸易三轮谈判皆已失败告终 继6月15日宣布向中国价值500亿美元商品 加征25%的关税后 美国总统川普于18日再次宣布 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追加10%的关税 有消息称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或江富美解决中美贸易争端 6月21日 彭博社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国家经济委员会近日接触了 美国前政府官员和中国专家 对接下来两周的高级别对话 进行权衡改进 有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提出 在7月6日 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最后期限 邀请王岐山出山 避免贸易战 不过 这在川普政府强硬派内部引发了分歧 19日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 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占据上风 中方将是输得更惨的一个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 美中贸易数据显示 美国2016年对中国出口的商品 和服务总额是1698亿美元 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 是47888亿美元 据此推测 若川普政府追加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税 中方将没有办法跟进同等规模的关税报复 有分析认为 就算王岐山亲自出马赴美谈判 恐也难缓解中美间剑拔弩张的贸易矛盾 香港经济日报20日报道 最新传出的消息称 习近平心腹 素有救火队长称好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可能于本月抵制下月 亲赴美斡选 为中美贸易矛盾消气 王岐山是目前习近平班子中 唯一拥有对美交往 国际谈判丰富经验 又安熟财金运作的成员 他自1994年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开始 长期与美国人打交道 包括推动建行与美 这个经济体跟美国的结构不同 威胁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 川普去年底发表国家安全战略 将中俄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 今年1月份又在国情资文里说 在全世界 我们面临着流氓政权 恐怖主义集团和向中俄 这样的竞争对手 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 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 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说 现在美国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认识到 不仅不是战略伙伴关系 反而是什么 是战略竞争对手关系 那言外之意 我跟你呢早晚会发生冲突的 而且实际上这不是美国政府给出来的 这是中国政府先给出来的 他们在过去摆着架时 就是要准备跟美国来争 而且说得很清楚 准备为此跟美国发生一场 休息一体的冲突 今年6月15号 川普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本周一他又宣布 如果中共不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而是向美国出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话 美国将再对中国进口总额